PTT比戰變大放鬆 南北網友請吃雞排 哇塞 這大牌長龍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原來是有網友在PTT版 與人爭執後 答應買300塊雞排 在台北請網友吃 卻因設下條件 引發網友群起比戰 高雄另一名網友 Milo 1210天文諷刺 出雞排很厲害 請的出去才厲害啦 表示要買雞排 無條件請PTT鄉民享用 昨天下午3點 活動一開始 就有500多人排隊 134跟135 134 對135 這跟幾點 人容綿延500公尺 網友都盛在Milo 1210 是真男人 說話算話 是說到說到話 是真男人 是 還沒有GAS 你們排了多久才領到 半個小時 甚至有網友 從屏東遠道而來 Milo 1210 當場又追加300塊雞排 我跟他沒有過節啦 我只是覺得 也是要請大家吃啦 我就這樣而已 我沒有跟人家 你總共請了多少份 不知道 你看最後發到幾分吧 好 好 謝謝 來 吃 不好意思 雖然Milo 1210戴口罩 但是蘋果認出 他就是日前在PTT留言 真生日祝福 並信手承諾捐款5萬元 給家福中心的牙醫師 許豐明 而原PO的網友 EVER6216 昨晚也在台北捷運 市令站 請吃300塊雞排 旅行承諾 董新聞 西斯韦牙報導